前總統馬英九在華僑活動上 開口高唱中華民國國歌 並重申中華民國正統 民進黨的中華民國的這個 這個態度 讓我們感覺到有一點憂心 擔心他們借殼上市 他要支持中華民國的話 就要支持中華民國的兩岸立場 因為總統賴清德 抛出的新兩國論 讓馬英九不滿爽約國慶活動 但這舉止引起黨內不滿 台南市議員蔡玉輝認為 若按照馬英九的兩岸論述 國民黨永遠不用執政了 而桃園黃靖平則開嗆 若不想出席國慶 一開始就不要答應 找一些理由 找一些理由堂而皇之的去說 然後去拒絕了 那你最後又被批評 那當然就是自取其辱啦 那人家當然會笑你沒風度啦 那被罵就剛剛好而已 國民黨繼續按照您的兩岸論述的話 接下來都不用自證了 你怎麼來講呢 不曉得是否沒聽清楚 指總統國慶談話 多次提及中華民國 藍營主席在華僑面前 也多次重申中華民國論述 如果連自己的根 自己的本都不認 談到中華文化 把它當作外來的 談到炎黃子孫 完全不認 創造一個所謂台灣民族論 這些人就是主典忘主 忘掉自己的根本 中國國民黨就是創建 中華民國的政黨 一定捍衛我們的中華民國 搶徵中華民國話語權 來迎全力捍衛神主牌 TNP的新武東軍連宣 台北超報導 為了 戰縣 精神 財務 這太打 也可能 這是 這太 明月 被